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适逢重阳节和首度加入的英格社区 在建德国小一起办理关怀社区议诊服务活动 融入亲子游戏守护家庭的健康和幸福 我们就很感谢请议员跟嘉丽姐这边愿意承接这样的业务 我们每个月都会由护理师来社区一次 帮民众做血压血糖量测跟卫教 我们就照顾社区的健康 那今天就适逢是重阳节的活动 我们把亲子的活动绑在一起 就希望大人小孩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 然后小朋友的部分我们还特别 就是找了牙医师来帮他们做口腔的筛检 那希望就是成人跟小孩的健康我们应该都可以照顾到 今天也是嘉长长想节的前夕 我们英格社区发展协会 还有跟长根医院合作 健康守护的一个工作活动 那因为我们想为了扩大这个效能 我们今天到建德国小来举办 希望说这个活动能带给大家 一个彼此的一个所谓基本的检验 还有就是小朋友的一个乐趣 所以我们今天里面有除了血糖血压 还有小朋友时刻检查以外呢 还有所谓的垂球体验 还有那个折子的趣味 然后还有精油的老师的现场的焦点 让大家了解精油的什么制作 以及它的功能 它味道很香 它是用苹果香去弄的 可以自己做一瓶带回去 这场老中青三代一起参与的重阳节活动 集合各单位的力量 在建德国小温馨登场 不只凝聚家庭的情感 也一起守护彼此的健康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重阳敬老 无党籍机动市长参选人黄熙贤 除了亲自参加重阳节敬老活动 向长辈老人家请安问好争取支持之外 更力推安心养老 世代正义的政策政见 比起一些像是天边彩霞一样的政见 更加真正有用 可以照顾好 为国家社会奉献一生的饮法族 久久重阳节前夕 无党籍机动市长参选人黄熙贤 除了亲自参加重阳节敬老活动 向长辈老人家请安问好争取支持之外 更力推安心养老 世代正义的政策政见 包括补贴65岁以上长者 55岁以上原住民的健保费 并且免费接种肺炎炼球菌疫苗 以及推动所谓石头汤计划 也就是社区整合照顾服务 将失能长者所需要的跨专业服务送到家 包括居家医疗护理 复健 药师 营养 餐饮和辅具等等 以及免费除值480点进劳卡 基隆的人口在逐渐的老化 老化的比例也将近17%左右 那么我们希望这些老人 在基隆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那么年轻人他们放心的去上班 安心的成家 安心的就业 老人他也能够享有肺炎炼球菌 免费的失重 然后对于一般的福利措施 我们希望能够推出禁老卡 比到台北市来处置 让他们能够尽量走出户外 来使用这个禁老卡 对于社区的一些福利 市政府这边推出一些活动 都能够积极的参与 再来最重要就是比照台北市 能够推行一个石头汤计划 这个石头汤计划 事实上就是抛砖引玉 虽然在童话故事里面 它是有点好像说 骗大家把菜拿出来 骗大家把物质拿出来 它的实质的精神是不要浪费资源 让这些资源得以充分的分配 让需要的人能够得到这些资源 另外黄熙贤也力推在基隆 成立第一座的医学中心照顾长者 而轻盈共居 让年轻人可以向银法 房东租房子享受租金补贴 和轻盈就业 比照台北市劳动局创设银法 职务新创中心 让长者活到老学到老 而60岁左右仍然有适当事宜的工作机会 等世代正义政策 在基隆有很多的就业 他们必须到外地去 就是离开基隆 所以在长者的照顾上 基本上都是仰赖 社区跟礼 这个长照关怀据点来运作 但是毕竟这些资源跟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在整个证件计划里面 我们也希望说结合社区里面 甚至我们基隆市的大学 它本身有这些照顾系 营养系 他们能够一起投入 包括这些学生 是不是能够跟这些长辈 需要照顾的 甚至独居的 在我们推动所谓社宅 或是中级社宅这方面的计划以后 他们能够跟他们一起来尝试居住 照顾 朝这个方面前进 有几个县市也做了 而且台北市做得不错 我们希望我们在身为台北市边陲的城市 我们能够慢慢赶上这些六都 比起一些像是天边彩霞一样 讲起来很动听却做不到的证件 安心养老是带正义的政策 更加真实有用 照顾好为国家社会奉献一生的 引法主张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消防人员进入火场救灾 辛苦又危险 为了保护打火弟兄的安全 基隆池云市捐赠经费协助消防局进行救灾安全管制软体升级 多位民间善心人士也响应捐赠相关设备 希望透过软硬体的强化 有效维护消防人员的救灾安全 我们同人气贫气量的一个消耗的计算呢 就是依照我们平时 进入火场救灾前 全副武装的消防人员先到安全管制人员面前进行名牌扫描 基隆市消防局率全国之先 在107年就开发救灾安全管制系统APP软体 以确实掌握消防人员进入火场状况 为了强化这项救灾安全管制系统的功能 基隆四大庙之一的池云市特别捐赠10万元 协助进行软体升级 因为我们那个消防局的消防人员 拥有的那个他们真的很辛苦 所以他们现在要装一种那个APP系统 他们才知道说救灾人员到里面是否安全 所以我们我就代表残云市 尽一点点心意 残云市的诫举也获得民间三星人士响应 同时捐赠消防局六台救灾平板电脑 以及300片的管制名牌 让基隆市消防局长陈隆辉相当感激 这个应该算是我们整个安全管制APP的一个2.0版 2.0版 那因为我们在五年前 我们开始使用这个安全管制APP 来做我们同人进入火场救灾的一个管制的一个依据 那感谢那个主委这次捐了这些东西以后呢 我们进阶到2.0版以后 对同人的整个气瓶的管制 还有他那个整个名牌 进去同人的一个安全管制 有更大的一个保障 对进入火场收救灭火的消防人员来说 这一项救灾安全管制系统更有如救命力气般的可靠 我们在进火场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背着那个面罩这样进去 那有时候在进去的时候 我们在针对人脸辨识的时候 比较不好辨识 那如果他进去的话 他直接扫Q码的话 因为有时候我们九个分队人比较多 那我们同时支援 用扫Q码的话 会方便我们那个平板管制的使用这样子 除了透过QR Code扫描 快速将火场相关资讯带入管制系统外 更新后的救灾安全管制系统 更能及时计算出 进入火场的救灾人员 空气呼吸器剩余气量 让指挥官得以做最妥事的人员调度 保障每位消防弟兄的生命安全 那在平板电脑里面 就看到这个同人他达到100下 100吧以下或是50吧以下 都会提出警告 这个同人就会赶快出来 那我们指挥官也会呼叫 用无线电呼叫他 请他赶快出来 消防局方面表示将持续加强 外勤消防人员软体操作训练 让每一位在火灾现场担任安全管制的人员 都能熟练的操作软体 落实安全管制任务 持续是站不站 站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导 上个月出现缺水危机的机动室部分地区 在台风带来风沛雨量后 水情已经转为绿灯 不过在仁爱国小后山最高的一处社区 上周却突然发生无水可用的状况 停水超过五天 在当地市议员协调下 自来水公司方面特别派员到现场会刊 一起来关心 打开水桶盖 里面装了满满的水 说起为什么要在家里放这么大的水桶除水 住户雨气充满无奈 这里是基隆市仁爱国小后山一处社区 多年来经常发生无水可用的情况 神奇的是自来水加车与配水池就在马路对面 缺水问题却依然无法解决 住户抱怨连连 每一次停水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来 遇到停水 遇到停水的时候 我们都是最后一个才有水 最近已经停四五天了 一年中间 可以说今天10个月没水 都缺水 有停水就是我们这里先停 最多三天 最多的水 你看已经一周 一周都没水来 这个时候已经几十年了 但是他们没有现在最近这么严重 最近因为连续一个礼拜 没有水 所以他们这些都是连长者 他们要虚找就很不方便 金融市议员张方立接获成情后 特别邀请在水公司代表前来会看 水公司人员查看后点出这一处社区缺水的真正原因 我监察跟用户调查 它是21户共同用一支25口径的水表 第一个我们是因为25口径的表 用21户里面上它的水量是不足的 第二个它原先设计的水塔位置跟现况是不符的 所以说第一个口径过小 第二个它水头压力太低了 对此日前协调水车送水的金融市议员 郑文婷建议社区住户先邻居共事 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都必须要花一些费用 那所以还是要住户他们来做一个协调 取得共事以后大家一起做这样才能够彻底解决 赵方立则表示除了持续水车送水服务外 现阶段先由住户自行装设加压马达 未来则需重新申请用户以加大输水管径 解决水量不足的问题 两车的水他们就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用到水 然后再加上他们来装了一个加压马达 因为它的这个总水头跟它的那个水管是平行的 它平行它过不去 所以这样子很麻烦 然后因为他们这个房子当初是一个张子齐先生盖的 它的名字但目前是21户在用 那所以他们要整合这21户的那个住户来整合成一户一个人的名字 那这样子才能够来申请那个管路来换新的大管一点 那个管路换大一点的话 它的水才可以进得来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台湾机车盛行新手驾驶上路事故发生率高 因为训练不足 四年内发生事故率达到10.8% 数字相当惊人 因此公路总局推出机车驾驯班补助1300元 年底前名额快要用完 有兴趣的民众赶紧把握剩下的机会 汽车摇摇晃晃要过直线7秒不容易 但如果来驾驯班上三天课程 顺利取得驾照 公路总局就补助你1300元 就有人会觉得 驾驯班要缴钱要缴很多钱 但其实如果觉得政府有补助 而且补助还是几乎快一半的价钱 就会觉得更吸引你想要去考照 因为其实我以前也是没有想要考照的 但是我后来觉得我这个补助 就觉得我可以去考个照 增加自己的技能这样 就可以更轻松的去学习正确的驾驶观念 那在这个交通繁忙的世代 我相信安全的驾驶一定是非常必要的 也是非常需要学习的地方 公路总局111年提供全台2万个名额 每名补助1300元 北区建立所推广考照上驾驯班 3900多个名额到年底还有剩下 透过驾驯班专业的教练 传授正确技术 还教您防御驾驶 那在骑程的过程中 没有少了防御驾驶的话 骑程在外面其实相对来说是危险的 纵使骑得很慢 也是会带来一点伤害 那当然我们在透过训练 训练方式都会告知学生说 我们在骑程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些 应该必须确实遵守到的部分 像查看四周围的状况 跟打方向灯的部分 这些事很多一般民众会常忽略掉了 根据统计 新手驾驶在四年内 往往训练不足 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违规率高达10.08% 但经过驾驯班训练之后 发生率降到2.99% 有参加我们驾驯班比没有参加驾驯班 好像这事故的比例大概是可以减少 大概20% 然后违规的比例大概减少32% 那另外我们大概也根据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调查 那如果说在最近四年当中 那如果说有参加驾驯班 那事实上它的违规比例大概2.99% 那另外如果没有参加驾驯班 大概有10.08%的一个违规的比例 所以说事实上参加驾驯班 他可以学到一个正确的一个驾驶的一个技术 一开始来练就是油门不太会就是吹这样 不太会吹油门 然后刹车也控制不好 然后来今天就是教练会教我一些方法 那就比较不会暴从 我觉得女生就是怕受伤 大家都说虽然说跟骑驯车一样 但我觉得其实蛮不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来驾驯班 就是你有个依靠 然后也可以知道怎么样 怎么样骑 然后道路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况 对比自己在外面学 觉得学到很完整的知识这样 上这个驾驯班的最大的好处 就是我们有人可以问 有人可以教 那在练习的过程中 也可以找到自己的盲点 此外经理站也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 考生从报名考试 电脑比试到领取驾照 在原地考照 新手能马上领到驾照 快速又方便 经过完整的驾驶训练 那对不管骑乘的技术 或是安全的观念 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对交通安全及个人安全 都有能够提高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感谢公路总局 及我们台北市区监理所 他们提供了一个学员 只要参加了驾驶训练 就可以有补助的这一个活动 那每个人如果说参加训练考照 然后就可以补助一千三百块 而且有一个很好的 就是有一个行动的 这个服务专车 那你从考照到领照 都一条线 一条龙的方式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希望 即将要来考取驾照 的同学或是市民朋友们 大家多多利用 整个是会法制化 常规化 我想这个会我们交通部 一个未来的一个愿景 那明年交通部也会提供 更多的名额 我们希望能够慢慢的 让它养成一个习惯 那事实上如果说我们 在这边经过六个小时的 学科的教育 还有十个小时数科的教育 事实上它有很多的 比如说整个的一个交通安全 防疫驾驶的一个观念 交通安全尝试 那另外我们也会提供 很多一个道路上的一个风险 潜在危险的一个样态 那事实上在整个它未来 如果学完驾照的时候 考上驾照 在上路上面会有很多的帮助 机车驾驯班 经过六个小时学科 和十个小时的数科 除了提升新手驾驶技术 认识交通法规 更重要的是遇到紧急状况 如何防御驾驶 让新手拿到驾照正式上路 安全更有保障 记者黄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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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师佛大殿内 设有神佛尊相 壁堵 木科解王的灰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 前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 此云寺药师佛殿 参拜感受法喜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国内空拍机产业越来越活络 为了培育专业空拍从业人员 从佑科技大学耗资百万元 建制符合交通部民航局 考场规格的无人机标准练习场 将提供给基隆市各级教育单位 作为教学训练 实作运用 推动无人机发展 空拍机缓缓升空 一旁的学员全神关注 紧盯着无人机 从佑科大资资百万 建制符合民航局 考照规格的无人机标准练习场 然后基隆因为地形的特殊性 我想无人机比其他的县市更重要 因为这个可以空拍 那对军事用途还有民用途 还有一般我们的山坡 我们人走不到的地方都可以利用无人机 甚至于我们的海巡署 在基隆的话 这个也有它的特性 不管是我们的一般的渔民 或者是军用部分的话 无人机都可以达到这些功能 所以我想无人机在基隆的发展 应该是比其他县市更行重要 所以我们从佑引力科技大学 接下来这个任务 也感谢政府相关单位给我们的支出 我们也是努力的图住我们的资金 开训典礼上不少学员满心期待 尤其是过去基隆欠缺 专业的无人机练习场 人才培训更是受限 未来也会从荣耀这一方面 喷洒荣耀这一方面来发展 毕竟也当作一个斜杠人生 副业 因为毕竟我的老家在嘉义 很多同学都是务农的 就由于有这个商机 自己也认为有这个商机 所以也就来参加这个班队 那是不是对以后的运用 跟以后的发展 那再做一个规划 除了培训专业的人才 这块专业的无人机练习场 将与基隆各级学校合作 作为训练和实用的基地 整个无人机它是结合个 数位科技整个未来的产业 那我们希望基隆的这个 从幼影音科大能够 能够向下跟国中国小端合作 我们希望学生可以提早 做一个适性的学习 那我们希望能够组学生的 无人机社团跟从幼影合作 那未来让学生提早认识这个产业 那这个无人机的产业 其实在这个台湾是非常的蓬勃发展 那除了说军用的部分之外 还有民用的部分 譬如说喷洒农药啊 或者是巡山巡海等等的 那像我们市政府 其实产发处这边在做巡山的时候 就相当倚重 无人机空拍下的这个专业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无人机训练班 以后毕业的学员 能够投入到这个产业去 除了操作无人机之外 还有包括无人机的维修 检硬的维修 基隆是少数没有无人机考场限市 再建制完成符合民航局标准无人机练习场之后 从右科大下一步将向民航局 正式申请成为正式无人机考场 让基隆在地的考生 不用大劳员跑到其他县市考试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脉入第十二届的长庚永庆碑入跑 台北嘉义高雄三地 将在10月30号同日开跑 台北会场在总统府前广场举行 长庚医院指出今年邀请 有跨栏王子称号的田径国手陈杰 担任活动代言人 也鼓励民众养成规律适度的运动习惯 可以有效提升免疫力 降低疾病的发生 长庚医院将在10月30号 举办2022年长庚永庆碑路跑 台北嘉义高雄三地将在同日开跑 这项路跑活动今年迈入第十二届 长庚医院表示 与病毒共存已经是全球因应疫情的趋势 而运动是提升免疫力很好的一种方式 因此长庚永庆碑路跑 今年照常举行 今年的路跑活动也邀请 有跨栏王子称号的田径国手陈杰 担任活动代言人 首先呢我还是要感谢说 就是长庚队伍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训练 你的支持帮助 那即使我们每天在长时间的训练 跟跑步上 我们其实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热身嘛 那热身就是在唤醒你的身体 然后有助于就是帮助一些伸展的一些肌肉 还有活动一些关节 然后这些都可以有助于提升你的运动表现 我们也非常荣幸 请到我们三届奥运参赛国手 也是我们国内400公尺 系路的保持人 陈杰 陈选手 担任我们的活动代言人 刚刚我跟他站在一起 我就想要跑起来了 好 那每一年的路跑 我们都有一个主题 可以让大家跑得更健康 所以今年的主题就是 如何正确运动有效提升免疫力 那么这两年新冠肺炎 肆虐全球 像我们国人都很配合施打疫苗 那么政府也在公告10月13号 就有机会开放边境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与病毒共存 那么如何提升我们免疫力 更是一个重要的意义 那路线上来讲 我们安凯是从早上的第一场 是6点的竞赛组10.5K 那也是刚刚我跑到黄金路线 就是我们跑的是仁爱路 那是由西向东 那到了竞赛南路左转 到冰箱街做一个折返 那这个人数有3000 大概700位左右 也非常的不容易 那第二场6点4分 就是我们休闲组的 那我们这边除了我们的一些选手之外 我想喜爱运动的 甚至我们长庚体系的这边 也包括整天有7000多位参加 所以这个路线上来讲 我们就比较稍微简单一点 林口长庚医院肾脏科医师指出 肌肉是人体重要的免疫调节器官 规律适度的运动好处很多 也可以促进肾脏功能 但中高龄民众还是要衡量自身的状况 调整最适合自己的运动量 当你的透过运动以后呢 你的抗体 你的体系绑都会变好 所以它对于这个急性呼吸道的感染 也会变好 那此外呢 运动因为它会消耗我们的能量 所以可以改善肥胖 改善第二型的糖尿病 那这些都是COVID-19 它的重症的因子 所以这些东西也都是有帮助 那运动很少大家都知道 对于心血管是有帮助的 那很重要是运动可以减缓免疫老化 那对于肾脏其实是有帮助的 因为肾脏病最常见的原因 就是糖尿病跟高血压 所以透过运动改善肥胖病 改善高血压 当然对肾脏是有帮助的 而且我们多慢性病的患者 平常会感到焦虑 或者是我们现在在COVID-19的时代 你不小心得到COVID-19 然后可能要被隔瘾 其实大家都会有焦虑的情况 怎样改善运动就是最好的解放 运动的话其实是根据每个人的需要 以及每个人的状况来调节最好的状况 所以如果是中高龄的人的话 我们会建议如果平常没有做过运动的 可以在路跑之前 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训练 那这样子可以让自己身体的状况呢 慢慢可以适应比较长程的路跑 那在路跑过程当中 在选择的时候 如果之前比较没有经验的 我们可以不需要去选很长的 可以选短一点点的 那而且运动的过程当中 不需要跟别人比快 因为目的是要健康 而不是需要去跟别人竞争 那根据自己的状况来做调节 那有不舒服的时候随时停下 因为在我们路跑旁边 都会有我们的人员在帮忙注意 那另外就是在路跑的前一天 请大家好好的睡一觉 让身体保持最好的状况 当天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 来参加我们的路跑 长庚永庆碑路跑活动 今年也结合许多协办单位 共同参与 长庚体系工艺吉祥物阿波 当天也会在现场 和民众互动拍照 目前网路报名已经结束 想参加路跑的民众 10月6号起 可向各地的长庚医院报名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并且如果你正规復 访安靠平台话 小庚体和我们在家下月 和小庚体早选探索 最后一天 还有一天 最后一天 是标准的 的 可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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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設計我覺得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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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樣 行…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上只能這樣嗎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評吧 怎麼這樣 有追劇 有追劇 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越鬧越大連中南部 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大家避之為恐怖疾 後來結果怎麼樣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嘉集團關心您